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激功活佛都很活泼 而且很爱跟人家开玩笑 活泼 那我想请问你这样喝不会醉吗 怎么会醉 心不醉 那是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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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要先请神明的代言人 子依小姐跟我们分享她 亲身发生在她身上的灵异经验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子依 讲到这个我有点恐怖 因为要回想到几年前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对 那时候就是我们 在拍摄一个电影的过程 那我们就是在拍摄的当中 我们几个像化妆师 然后小姐 然后就想要去上厕所 对 那个地方是在 就是大五轮炮台 其实蛮有名的一个鬼地方 淡水吗 不是 不是 在万里那边 那个大五轮炮台 那边那个公厕真的 就是有点脏脏臭臭的样子 然后我们走 我们那时候就是拍戏拍到一半 那因为要上厕所 讲真的没有半个人敢一个人去 对 女生都要解放去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去 好 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去之后 全部进去 那就想没有什么事情 他们就先出去 因为我就听到两声的关门声 听到两声的关门声就空空了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走掉了 怎么放我一个人 对 然后我就很紧张 很紧张的时候我就 我就叫他们 小音 小音 你在隔壁吗 然后隔壁就有一个声音就 就这样的声音 那声音不出来还好 一出来我就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对 我就奇怪 然后接着下来 我就开始在拉那个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一拉 就 隔壁也在拉 好 然后我就 我就拿我的面子 就有那种带子的声音嘛 就吱吱吱吱 隔壁也是那个 吱吱的那种声音 我就想奇怪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 洞就想赶快上完厕所 赶快裤子拎着 然后就赶快走 结果穿好了之后 门要开就吱吱一声 因为那个厕所是吱吱一声 要开的声音是吱一声 隔壁也吱一声 你就 怎么会这样 好 然后 我就隔壁有人吗 我就问隔壁有人吗 没有半个人 回我吧 可是就是有那个声音 就是有跟着你在坐的那个声音 你发作什么声音 他就跟着你 对 然后我就很紧张 好了 我就门一推 因为那个门是往外推的 我就门一推 痠了 我听到了 旁边那个门也是砰一声 然后我就赶快跑 跑到那个厕所门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两个就站在外面 然后我就想 刚刚那个是谁 刚刚那个是谁 都他们两个就看着我 看着我一下 然后眼睛瞪得很大 我就想不对 可能有东西 结果我就再跑过去 我说你在看什么 我就问我朋友说 你在看什么 他跟我讲 你知道你刚刚后面 有人在跟我们挥手 对 然后他们两个 本来要上厕所 他们进去了 结果他的那个厕所的那个 窗户上面 就两只手在那边 然后他本来要上 结果他说我不上了 门就一推他就走了 我说那之后呢 你们都在这边吗 他说对 我都在这边 他说你遇到什么事 我说没有 有人跟着我拉厕所 开门 然后开那个 就是抽那个卫生纸的声音 就对 然后他说我走出来那时候 我跑出来那时候 他看到后面有人在那里 那后 你们就赶快删了 就回去 我们没有删 我们还是在那边 可是那个晚上 因为拍夜戏 那个晚上我们就 都不再上厕所就对了 对啊 不敢再去那个厕所了 那同样也是神明代言人的 一帆小姐 您也曾经碰过一些 非常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 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就是我朋友他亲生的 他就是在 他十八九岁的那一年 他因为 要去隔壁村庄喝酒 就是喜宴喝酒 然后经过 他就是经过一个 那个 梦阿波吗 那是 也不算 他就是经过一小时 但是当然有一个像 类似说 有时候要去那个平交道 就是我有一个 比较爬坡的地方 然后他经过那个 爬坡的时候呢 他 突然听到一阵声音 可是那声音是那种 有点类似说 C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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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声音 然后说 有人 有人在搭 搭那种 木头的声音 他很好奇 因为那么晚了 大概凌晨 一两点了 他就停车 因为还有一点 一点酒意 他就停车下来 然后他发现 怎么那么晚了 有人在搭灵堂 半月搭 可是他看不到人 他就是感觉上就是 一座灵堂在那里 然后他很 很大胆地 他就停下来去涮 因为一般乡村的地方 在搭灵堂 他是设有点 类似这一梯这样子 然后他涮好 刚好搭这一梯 然后就往上一看 因为刷到搭这一梯的时候 往上一看 是一个阿婆的异象 是一个阿婆的异象 然后他就 他就很 很气地说 真笑耶 但是要走死了 他就 他就讲这种 比较粗一点的话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过了一回 他觉得说 妹妹怎么看头 他就继续骑车 但是 又再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很巧的 又是同样一个爬坡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是一个 好像鬼挡路 鬼挡路 他的爬坡又是丑附一次了 可是对 他就这样爬 一爬过去的时候 他翻车了 他就翻车 然后他翻车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喝酒 他就觉得说 不是很疼痛 他就想起来 然后 继续骑车走 结果 他听见了 一个声音是那种 女孩子在哭泣 然后他就 他就很好奇 他就循着那声音 因为他就 必须要用 好像爬行这样进去 因为那太密了 他就顺着那个声音 一直爬 一直爬 然后越靠近声音 越大声 因为那哭泣声 就越大声 然后呢 他就发现 他先看到一双鞋子 是修花鞋 然后那头发是这样 盖下来的 可是头低低 然后抱着膝 这样哭 他就说 小姐 你为什么那么晚了 在这里哭 其实他有点 人家说的就是 色胆吧 我觉得 因为喝酒 然后他就 就觉得 就很想说 来个英雄救美之类 也许他是 在家里跟家人吵架之类的 去那边赛心 对 然后就 就问他 他就准备要去 去拍他的手 因为他手是抱得歇 所以他可以 看他的手 他就想拍他的手 结果那个 那女生不理他 继续哭 他就 后来就 很大胆地 要拉起他的手 他就把头抬起来 这样 因为本来头是整个垂下来的 带住 对 然后就这样 它抬起 所以是这样 撕裂到这边 倒得多 对 左的就到 左耳 右的就到右耳 然后是 开始流血丝 就是你看得到的 七孔都流血 对 他笑说 这样有成效的吗 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 他就大脚 大脚之后他就 用翻的嘛 对 其实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 他已经下到 你都出去了 就很恐怖 因为他很恐怖 对 对 他就 一翻出去之后 然后到达那个 马路 他的停车处的时候 就翻车处 他就昏倒 因为他隔天是有村庄 就是隔壁村庄的人 把他送 送回去 送回去 对 送回去的时候 他就这样昏迷 大概六七天 然后他的家人就 会找寻 找寻生命 因为医院 他就是没办法醒过来 对 然后找神 找神问起来他说 被一个阿婆的魂 把他捆起来了 对 然后来 你那个男性朋友 是不是平常就是很 TK的人 对 他会指着 神明的神尊马的那种 这样 其实他遇过很多次 那一次好像有点 被受惩罚这样子 对 就是我说 你不信没关系 但是不能 出言去伤害 对 那不只是伊凡这个朋友 有这个车子发生了一些怪事 莫名的车祸 子依好像有一次坐计程车 也被吓到 其实不是坐计程车 是才前一个礼拜的事情而已 上个礼拜的事情而已 什么事情 我们就一群人去镜巷 因为我们公民都会去镜巷 然后我们就环岛一周 我们就从台北 然后往高雄 然后往花莲那样回来 结果再回来在那个 宜兰的那个路段 就很奇怪就遇到了 因为那车速都很快 对 然后就忽然就遇到了一台计程车 那遇到 因为那时候很累了 也没有想那么多 那就看到一台计程车 那坐在我旁边的师姐 也有看到 对 我们两个那一天真的是毛骨熟 我就开车开开开 我在开的 你开的 然后我就开 那前面那台计程车呢 我就靠右边走 因为我想要超车 对 我靠右边走 他也跟着我靠右边走 我靠左边走 他就跟着我靠左边走 就这样来来回回 大概六 七次 我就生气了 对 就很生气想要过去骂他 你干嘛挡我的路 那我过 而且很危险 然后我就 车子就油门一踩 我就往前开了 结果一开到他靠近 他就大概是 前后差一点点的距离 我就看奇怪 因为我眼睛还蛮不错的 对 那借人车竟然是这样子在开车 就有点像是在打瞌睡那样 然后我就很紧张 奇怪 这个人怎么 怎么开车是这样在开的 对 而且他打瞌睡 他怎么知道要挡你的路 对 然后我心里才想到这边 我就看奇怪 他后面有载人 怎么这样开车 就很危险 然后我就正想要上车的时候 就要开上车去叫他 没有 叫他 那时候是很紧张 因为他车上有载人 对 然后那个人头就是这样 躺在那个后面的那个 就是靠背 靠背上面 他就头躺这样 然后他头是米粉头 然后就躺这样子 结果好了 我就想要开上前去叫他 因为他好像在打瞌睡那样 好 我就再开往前一点的时候 他看不对 为什么他车车灯是空车灯 有载客人 那你后面看到那米粉头是谁 我就很纳闷 因为我那时候头一台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寄成这灯 然后它还是亮着的 好了 我就在想 为什么 就在我想为什么的时候 你知道吗 躺在后面那个乘客的 这本表演 那是正正的 有偶像这样你怎么会不会疼 不就是不要疼 对 不要疼 不要疼 你不会疼 这像你们这些人 人家说什么 会有姿势 要是把整整的 不知道 对 好 这样就再洗澡了 那个我知道激风婆婆婆 都很活泼 而且很爱跟人家开玩笑 那我想请问 你这样喝不会醉吗 怎么会醉 心会醉 心不醉 你相信阴阳眼吗 你想要有奇特的经验吗 大胆旅行团 征求胆大的观众朋友 让你见识这不可思议的世界 对 就在我想为什么的时候 你知道吗 躺在后面那个乘客的头 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子 慢慢地这样转过来 然后眼睛是突出来了 我就 谢谢 我就跟他讲一句 谢谢 我知道 我知道你看得到我 看得到你 然后我就跟他 我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那个头就这样 慢慢地又转回去 然后又躺 就是躺着 然后忽然之间转上来 有点360度转这样是不是 那个不是有点 那是简直已经360度 因为他本来是头仰着 那他头就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这样转出来 然后眼睛是稍微突出来 那样看着我 我就跟他讲 谢谢 我知道你看得到我 我也看得到你 讲完 头转回去 我们继续躺 我本来要 开上前去跟那个继承车司机 讲说 他车上有人 他车上有人不压卡车 所以后来没有 我就油门一踩 一声我就开始操车了 我不管 真的 好恐怖 而且那个女生的脸 他刚才是三四十岁 眼睛有点很突出来 类似那种 甲状腺抗净很严重那种 然后还有血 就是红红的那样 感觉上像血色的 那那个继承车司机 不想会不会发生什么状况 没有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赶快开车 因为我身上那一天真的是 气也很虚 人也很累 我就没想那么多 我就直接开车 对啊 还好可能有三太子保佑你 那时候他刚好不在 对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种可怕的脸 我才会赶快开车 不然我应该会去叫叫那个先生 去帮助他 那一凡你还有一次是看到一个 很诡异的木鸡女孩 就是租房子的地方一直在换 后来跟朋友借一个地方 就是租金比较便宜 但是一进去就可以感觉说 它很暗 你都看不到阳光 因为窗户都是 因为他的大午都是这样子 市面都有比他高的 所以都看不到阳光 没有采光的房子 对 都没有 也不以为意啊 但是 大概住了七天左右吧 因为那时候是 白天读书晚上打工这样 对 然后就是 常常下班回家 洗完澡要休息的时候 然后开始有一天晚上开始 会听到木鸡声音 因为我睡的房间 它是它的走廊镜头 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左边是室友的 右边是厕所的 然后常常就是会听到 木鸡声就是到打 对 它会 它那声音是很慢的 好像拖着走 很慢的 然后到我的房间口会停住 一开始以为是有朋友 就是室友的朋友了 我想说 他应该要走转吧 应该会听到开门声 也许是他的朋友嘛 他说没有 我想说 那么是来找我的嘛 也不敲门 因为他就刚好停在那 也不敲门 然后再来我就想说 那可能是到厕所去了 可是厕所你也会有开门声 开始就是没有 就很明显感觉到 就到你门口就停住了 对 就是停住了 好 不以为意 算了 睡我的 因为隔天要上学都很累的 然后就这样持续大概 五天左右吧 那个声音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再来就可以听到 水龙头的声音了 没有开门 可是水龙头 对 就是开始听到木鸡 你会先听到木鸡声音 传过来之后 好 又是停顿的时间点 我都有一种感觉说 他是不是想要进我的房间 后来放弃 然后才转到浴室去 然后我这样的想法之后 就开始了 就不对了 然后再来 每次听到那个水龙头 就是水声 就是那种冲刷 它是用那种 扣子在摇的那种冲 因为 飘 因为飘一直下去的声音 你会这样 瞎 然后再过一会 起来 就瞎这样子 不像那林柱 是不是一直下来的 对 还是这样的声音 不像现代人 对 它是用那种裤子 对 像古代人 而且又穿那个古式的木鸡 这样的声音很久 我还是住在一个月 再来我开始不对劲了 我其实不会恍惚 我开始把我的房间 我就觉得 我的房间少了布 而且我去买的是白布 就买一块很长的白布 从那天花板上面那样掉下 好像 好像你在布置灵堂 灵堂那种感觉 对 我就开始这样做 然后把 把一般我们的那种四层柜 一般四层柜不是都放稿 我就把它摆平了 然后上面再放个景楼 就是分享的 像是听到那种 摳摳摳的那种木鸡声 千万要赶快搬家飞 对啊 很恐怖的 然后就是 开始这样的时候 我开始会睡不着觉 开始会觉得 一到那个屋子 我就是会在房间里面 去做一些很少的动作 例如什么 就你说布置像灵堂 然后 会自残吧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音波上面的 他会干扰 他会 你会听到一个女孩子 声音跟你讲说 工作这么累 这么辛苦 为了什么 死了算 然后我就去 去回到屋主 然后就是 去问屋主 问我的朋友说 你这间房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女孩子 我一直逼她 她才跟我讲说 她的女儿在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感情问题 然后删掉自杀 因为我一直讲说那个木鸡 因为我后来去买了一双木鸡 我只要在家里 我就会穿木鸡走来走去 所以习性跟她的女儿是一样的 很像 很像 我发现我在洗澡也是会这样 因为以前很喜欢用凝柱的 后来就改这样 摳 一双木鸡 可是像我那种提示的 刚开始在走这个阶段 应该都是这样子 比较敏感 那你说她的屋主的女儿 在里面怎么样自杀 她是 上吊的 上吊 对 她死的时候 她是穿着木鸡上吊 但是 听了病人毛骨悚然 那大家最好奇的 还是希望知道说 这一次大胆轩 跟我们大胆旅行团 带我们去哪里呢 这次大胆旅行团 我们到台中去探访一个 寄宫她的机身 那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蛮有趣的 因为我要下去这间庙之前呢 我跟工作人员说 这个寄宫活佛 应该蛮爱喝酒的时候 办事的时候不是会拿扇子 然后边喝点酒 茫茫的这样 替人家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对 那我就讲说 我酒量也不错啊 那不知道寄宫厉害 还是我厉害 讲完之后 进去里面采访的时候 她开始起当 起当起当起当起来之后 马上就拍桌子 然后就拿了三杯白蓝地的酒 放在面前说 萱萱你过来 然后我就过来 然后她说 三杯先喝下去 怎么灌我酒 后来她说 你不是要跟她比酒量吗 她都知道 对啊 我在外面 她竟然知道了 所以真的是有她 不可思议的理由 在这表演 要正正 蛤 有她说 那你不听 不听就不听了 对啊 对啊 你不听就不听了 这像你们这些辛苦 人家说什么 要有泡水 要是把紧紧的 好 这样就在洗澡 那个我知道 激风活泼都很活泼 而且很爱跟人家开微笑 活泼 那我想请问 你这样喝不会醉吗 怎么会醉 心不醉 心不醉 你相信阴阳眼吗 你想要有奇特的经验吗 大胆旅行团 征求胆大的观众朋友 让你见识 这不可思议的世界 在众多神明当中 激功是位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的一位神明 激功生前不守戒律 游走市井间 喝打完酒 吃大块肉 行为举止癫狂放荡 被人称为祭癫 有关他的各种神迹传说 更是多到数不完 而在台中有间很特别的神坛 供奉的是黑面激功 今天大胆旅行团将带迎前往以太究竟 那在我旁边啊 现在这位师傅 他就是所谓激功活佛的基身哦 那这位活佛现在好像已经 哎扇子拿起来了 好 左手也拿起了酒壶了 好像这个激功师傅已经上升 已经降降了 开始喝酒了 你怎么在这边表演 要静静的 蛤 没有那位师傅 你怎么会不会疼 那这就别疼 对 你怎么会很疼 你怎么会很疼 这像你们这些人家 人家说什么 会有副数 要是静静的 这样就在洗澡 刚刚师姐帮我们翻译说 激功活佛现在三十六柱香 放在身上是很烫的 他竟然当作是洗澡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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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我知道激功活佛 都很活泼 而且很爱跟人家开玩笑 活泼 那我想请问 你这样喝不会醉吗 怎么会醉 虚未醉 心不醉 头不醉 头不晕 头不晕 那如果你这样子 整天下来救世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你敬酒 你这样不忙吗 不用忙 不用忙 啥很忙 什么叫忙忙 是不是喝很多 你这样说的事情 你越高兴 越准对不对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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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旅行团最关心的问题 当然是节目的收视率 所以也请示了黑面激功 希望他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阿联 还有三十里 让你表高 观众朋友 我跟你讲 因为师傅一定不知道 活佛一定不知道说 我们存档有存多少 但是他竟然算得刚刚好 来 不然你再来 真的 真的 真的我们存档刚好是三集之后 就轮到激功师傅了 先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采访激功的事情 其实我们当然是 那刚刚激功师傅 那一天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有指示 就是说 采访他完之后的三个礼拜之后 那一集节目 收视率会突然 逼无高 逼无高 后来我们上礼拜就接到讯息 就是知道说 那礼拜四的收视率 是创大蓝旅行坛最高的一次 我就觉得好开心 很神准 对 我就自己会默默地感谢激功师傅 然后冥冥之中有在保佑我们 对 而且真的是整整三个礼拜之后 刚好是那一集就飙高 但是我们比较不明白 如何要能够成为神明的代言人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我对人的经缘来讲 其实蛮辛苦的 我刚开始是不太愿意的 因为那时候才 我记得才十几岁 那我姐姐还没出家之前 她常常去拜拜 那有一会儿我们就是去那个 我们师父的那个庙里面 那她刚好在就是训练那个鸡筒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吃骨干喝茶 我就想还好不是我 话才讲完 马上那个屁股的地方就开始热热的 然后头就开始妈妈好像打那个 打那个麻醉药那种感觉 可是很热 就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火在烧你 然后就妈妈就昏掉 结果我起来的时候是 那是头一次 这边一戳 这边两戳 然后穿一个小肚兜 然后从那时候太子就一直跟着我 然后要我念经 要我干嘛 可是一开始我都很排斥 反抗 反抗 才十几岁嘛 那个经书这样真的一拉开 很长耶 那个地藏王北运经 那个要念到完 很难念耶 对 他要我去闭关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如果你不照着做 你可能这个年也一块钱都没有 就真的连一块钱都没有 我洗衣服的时候 因为洗衣放外面嘛 那个裤子拉出来的时候 那一块钱就这样咚咚咚 然后就掉到那个水溝里面 真的 一块钱都没有 我就是这样被逼着 然后那个过年也没过 我就直接进去关在那个神桌下面 闭了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 郭老师好像就处理过 被神明挑上座代言人 可是他反抗 对 因为他那个案子比较特殊 他是本身他是 刚开始是卡因卡煞 那他去庙里 庙里那个请人家帮他 就是一般的神明坛帮他解决 结果那个庙的那个公主就是 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卡因卡煞很严重 你这个要当这个神明的代言 又是要当机身就对 之后结果他就 那个公主就把他请到 那个神明坛那边 就帮他做法 做法做一做呢 我觉得他是比较不正式的做法 他就把外灵 就是可能他们坛里面的神明 还是兵将之类的 把一个灵引到他那个人 那个客户的身上 然后把他锁起来 就锁在里面 就是他一天到晚 就听到有人在跟他对话 你懂我意思 然后也解不掉 然后那个灵就跟他讲 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他待在这里他很痛苦 他要出去 但是他说你看那里走 我也不希望你在我身体 你在我里面我会很痛苦 你痛苦我也痛苦 可是就是那个灵 也没办法离开他的身体 那他自己也很难过 后来找我再帮他 把他处理掉 把那个 把他解开 因为他是被锁在 那个人的身体里面 郭老师要做机身的话 要不要一些 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 还是说吃素 有哪一些这些禁忌 这个通常都是由他们的主神 来给他们的地址规定的 比如说要吃素四十九天 那当然他这个过程是 刚开始是 生极 因为生极会比较危险 因为你刚开始 你比较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以人家说 道心一起磨向极深 你一有修道的心 你一心想要修道 你一有这个观念 一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磨就来找你了 就是人家佛教讲说磨考 这个考验都会很多 但是他这个还没有正式成为 基童之前 他这个生极就是会有这些 怕有外来的灵 会侵入他的体内 甚至于如果你处理不好 会发疯什么 神会保护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他要训练他 让他成为一个正式的 那个基童之后 他就比较不怕这些 外来的这个外灵的入侵 李老师真的有人 那种生极真的发疯 还有我们要如何去分辨 这些神明代言人的真假 这是我说一个故事 有我们南部有一间叫三宝佛邦 对 三宝佛邦里面有一个冬季 三宝佛在外交 在外交一天 这个冬季是人为的 这个叫人为的 他就要吃米糕 他就跟信徒说 三宝佛里面今天要做圣诞 所以要做米糕 等到米糕 米糕 甜的米糕 就是菇 这个菇要拜在床旁边 在床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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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有人 在床旁边 外面不斗腰都流浪里面 在吃米糕 冬季在梯架 他在床旁边 他在床旁边 是人 我说过这就是人为 他就 因为年轻 他在床旁边 他在床旁边 变成幽调 回锅再照过好几次 变成说 他可以用人类来骗人 所以狗在吃米糕的时候 他就 看到狗在吃米糕 有看到 豆腐都没看到 他就往后退 狗是米糕 狗是米糕 你跟豆腐说 豆腐说 一句不过 我都没有听到 狗是米糕 狗吃米糕 他就打一只鸡 跑到狗去 站住 走走走走 夾尾巴在跑 所以他就搬 只搬下去而已 你这狗又收入了 不怕是再收入了 你再吃米糕 他又说这句狗是米糕 记住 现在在豆腐也听不懂 记住 再打下去 狗又跑出 再跑出 跑出 再跑出 你这狗第三次入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冬季怎么说 狗吃米糕 你听不懂 你说真的 走 走 我比较不明白 是有时候神明降价的时候 他会拿那些刀子 砍自己 抓背 那是什么道理 我现在来解释给你听 冬季朝五宝 在五宝的过程里面 就是在典神尾 副尸阿蘇的过程里面 他需要在五宝朝五宝 标材兵将里面 可以保在当塞兵 百多重 可以应返 这个当中是草兵麦 但是草兵 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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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季就不會嫁了 叫表演成的 就是現在什麼 跳加酒 比較不認同說 基辛記的這個說詞 我認為說 因為我並不是成吉分檔 就像兩位老師這樣講的 我是直接神來教 我沒有任何老師 我就是晚上神就來教 沒有沒有任何老師 我現在不是說你成吉分檔 我現在是說 我講的是說 你一直在講說 那個基辛 基辛的意思是 有這個問題 不是 這是我在改歲而已 就像我們家的主神 他也認為他不需要這麼做 就可以電神尾的時候 他聽我不會讓我照顧 當然 這個是我現在在講的 說一個妹子 老師的意思應該是說 妹子的人 每個神明的方式不一樣 每個神明的方式不一樣 就是說我記得 像現在加雄跳泰保的人 有很多跳雄 但是我現在說 我泰保來去挖架 我是加雄 加雅收架來挖架 我叫什麼 炒機師 挖口減 結果這些人呢 講真的 你像泰國 巴大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有啊 還拿從球棒這樣插這個 挖一支 挖什麼都挖下去的時候 我經常人說這句話 如果問別人我不知道 問我的話 我說是假的 現在很多都是 比如說多少錢 然後是比氣勢 比價勢 但是我不能選 有選得加一千元 真的喔 我不能說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說剛才為什麼 我認同他們兩個人 因為他們兩個人 講出他們的過程 這是正確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現在現場四位大師 已經各執己見 都會走零 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神明真正在幫這些 信眾辦事的情況呢 那等一下回來再請教老師 我們再請問大膽宣 請問濟公在幫信眾辦事呢 是什麼樣的狀況 剛開始還是要先喝一杯酒 跟他 跟他開心一下 然後呢 其實待會兒 我們就可以看到VCR裡面 就有兩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濟公婆婆怎麼樣幫大家解釋 但是有一些信徒 就真的是滿耍寶的 他連會問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是郭老師 你有聽過這種耍寶的案例 他就說 他要一張迷魂符 我說你要迷魂符幹嘛 你國中生 他說他要交女朋友 然後他要迷他女同學 他為了學這個法術 就是要迷他的女同學 這樣心塵魂符 心事 心數不正 對 還好我沒有收他 那我求一個招財符好了 我說你國中生 你求什麼招財符 你不好好唸書 我說你要招誰的財 你又不會賺錢 開招財符給我對不對 我就招我父母的財 我父母的錢就會跑在我這裡 你站在我口袋 我就可以花 你相信陰陽眼嗎 你想要有奇特的經驗嗎 大膽旅行團 針求膽大的觀眾朋友 讓你見識這不可思議的世界 來…那現場有沒有一些… 有一些民眾想要指點迷津的… 有啦… 有啦… 可以…那個… 那我叫你回來不是我亂不叫 我… 沒有你平安沒事 這樣啦… 這招財還來就不能走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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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拜訟… 我會拜託你們的 людям 好 invite 那家支我不管你怎麼這麼救 是… 等我好 Get set 我幫你們的 grandmother 才好 好 走 走 画面中的这位女士 原本癌症莫及 虽然一直都在医院定期治疗 但病情始终都没有好转 有一天好友建议她 不妨以宗教的力量寻求协助 就这样她开始尝试 以灵疗的方式治病 我想请问一下胡同 你这边有没有遇过 最难处理过的事情 有 什么事 不是软骨症 软骨症 不是 不是 这个还不是 丢掉了 死了 我去找她回来 什么意思 来到这里的信众除了治病之外 更有人请求黑面技工寻找失误 就有一个民众 因为亲人父亲离家出走 所以就求助黑面技工帮忙 黑面技工给的答案却是 不用找了 她已经自杀身亡 一个月内自然会有人来找你们 果然不到一个月 警方前来拜访 请她们前往认识 我想问问一下 像这样做实的 好 要怎么跟她解团 来 第一 说得要弄一弄 第二 一定不能开华 那是她自己本身 那个人已经翁死你走 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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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她就几岁了 她不应该死 她会后悔嘛 后悔了 后悔了 那个厨子跟你说 最近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尼姆姆 你啊尼姆 她也会后悔了 她也会后悔了 对 她算叫他抓狗 抓狗帝 是什么 抓狗帝以前就有人死了 那人在科宿啦不好 所以你 所以师傅的意思是说 尼大哥在那边往生寺 抓狗帝 招牌啦 替生啦 抓替生来的 他就拍完 不说 就要去那边 去那边就要 咳 硬去不然 那棵树不干净 去投尖那边 你咱们不常说 那棵树 如果钓桌都要去掉 对 为什么要去掉 要去 去掉就没人说 就要去掉了 这边交替的 你去掉要去哪里找他去 你自己说 没关你七年 谢谢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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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 大胆轩 这一次采访季公活佛 一定让你印象深刻 对 其中有一个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名妇女 她的下巴这边好像就是 特别的肿大 那其实 蛮不幸的就是她的喉咙方面 有一些癌细胞 那已经癌症末期 在医院已经住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突然有一天 她跟我说 她就是晚上的时候突然做梦 梦见季公活佛 然后结果跟她笑笑的 然后对着她很开心 后来梦境醒来之后 过没有几天 她的朋友竟然跟她说 我们要去座公庙去拜拜 你要去掉 我前几天才梦到季公活佛的 所以她就去找 刚刚画面中的这位老师 那后来她就是接受了 这个老师的灵疗 可能就是画一些符 然后做一些可能 因为我们不是很专业的嘛 就做一些领导的动作 然后让她 现在就是身体 至少比较舒服一点 不敢说完全都解决了 治愈 不敢说治愈 对 但是呢 出院了 对 好神奇喔 那我们今天要请 这两位非常特别的 女性神明代言人 你们在帮 子役在帮三太子办事的时候 你帮人家处理过最特殊的案例 是怎么样情况 其实我们处理过 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曾经到这个一个信徒家 不是家 是一个信徒她的开的那个酒店 去帮她做这个进宅的这个动作 因为她们就是在开这个的过程当中 开业过程 有那种东西啊 一下关门啊 碰啊 然后要怎样去吓到小姐 很多的灵异现象 对 然后就我们就去帮她处理 然后去的那时候呢 就是我去我就看到 大概有五六个 然后中间就在就是我们开台 然后开始收的过程当中 就一个跑掉 就一个那个东西它就跑掉了 跑掉之后呢 因为太子就说那糟糕了 然后那时候就回去宫里面 然后他就开个符给那个老板 就是请我们去的老板 然后他说你这个符要随身吸带 尤其是多久的时间以内 一定不能离开你的身上 好了 然后这个老板也满天兵的 他听完他都 因为他是满姓太子的那个一个信徒 结果呢 他就去三碗团洗澡 他洗澡一定要放在柜子里面 他还不能带啊 没有 他洗澡的时候 没有放在柜子里面 他还是带着 因为他会害怕 好了 结果呢 睡觉的时候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 勒在脖子上面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把它拿起来 然后就放在那个旁边的桌上 结果好了 到了大概 四点多的时候他就回去 他觉得他想回家睡觉 好 回到家里 我到半夜 就是他回去好像大概没有多久的时候 就电话打来 他的行动电话我认得 然后他打来的声音就是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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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那个声音 干嘛 我要死了 就跟我讲这样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 我就打电话给他 带他来的那个朋友 我说你赶快去你朋友家看看 他那个电话打来给我 可是不是他的声音 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要不要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朋友去了 敲门也敲不起 他就一直 嘿 老师 老师 你怎么办 他门敲不开 我说敲不开 赶快找锁匠啊 找了锁匠就给他开门 一开进去 他那个人是瘫在那个沙发旁边 然后手上抓着丁墙 这边打了一个死字 然后我们打他送去医院 就还好急救 那个医生说 你再差个五分钟来 可能就救不了 好险 逃过死前 那他是被逃掉的 那一个恶灵附身吗 对 因为他生气 他生气的时候他找我们去 他生气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做好事 才会有好的福报 但是有一些信徒 就真的是满耍宝的 他连会问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 郭老师你有听过这种耍宝的案例 有 我有看过一个就是 他以前有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个国中生 他就是他一直 他很喜欢这些道教的东西 比如说道法 还是学一些 但是他不得其门而入 他就也去学人家做当机 可是可能神明不要他 他又去学跳八家将什么的 那这个小孩子本身是性质是不坏 他是本性是不坏 但是他就是喜欢搞这些有的 那有一天他跑来我服务处 他就说他想要学 我说你国中生你要学什么法术 你就好好念书吧 你学什么法术呢 我也有听到这样子 那后来他就很烦 我就说好那你有什么事 我帮你处理好了 我帮你处理好 他就说他要一张迷魂符 我说你要迷魂符干嘛 你国中生你要 他说他要交女朋友 他要迷他女同学 他为了学这个法术 就是要迷他的女同学 那小心是心术不振 对 还好我没有收他 后来我就随便开一张清淨符给他 这个就是迷魂符了 你拿回去用 清淨符 反正那个没病喝了 也帮你清淨身体 后来又来找我 我说你就已经那个 还不死心 还不死心 他说那不然那个 因为拼抗了嘛 就算那张符有效 也不可能产生效果 然后他又来找我 他说那我求你的招财符好了 我说你国中生 你求什么招财符 你不好好念书 我说你要招谁的财 你又不会赚钱 你就算有财 你也拿不到 你也赚不到 他说没有啊 我开招财符 给我对不对 我就招我父母的财 我父母的钱 就会跑在我这里 要在我口袋 我就可以花 我说你太欲想天开 招财符是这样子用的 你知道吗 就是反省一下 后来有一天 他就上体育课 男生比较好懂 然后这个人 真的是人小可 他又跟这个体育老师 拌甘一年 就是感情很好 拌甘一年 那有一天 他就看到体育老师 就是心情很郁闷 他就说 老师你怎么 他说没有 跟夫 跟老婆吵架 对 那体育老师是男 他说 你感情不好 你就是 你是有拿小孩 你要超度音 来我介绍你去郭老师 那边超度音 又带他体育老师来 又叫我帮他超度音 这个 对 后面还有 但是这个很长 重点大概是这样 小朋友不要这样 一知半解的这样 还是要脚踏实地好好念书 然后以后在社会上好好 敬献自己的力量 那子一说 你也有碰到这样子类似的 有啊 他说我 他跟我讲我男朋友不要我了 我男朋友教了别的女生 师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说那你到底是要来修练的 你还是要来 叫他回心转意 对 他说没有 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 叫我男朋友回来找我 我说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真的是 没有办法强求 然后我就问他也是怎么办 他说没有办法 他说他的 就是有感情伤害 然后很严重 叫我慢慢地劝服他 就到最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的感情竟然有 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跟着我们去做一些善事 就是我们宫里有去布施 有到龙山寺那边去做布施 有到龙山寺那边去做布施 那边 对